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3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75集 最近美股表现不太好 尤其上礼拜好几天都下跌 有些投资朋友很善意的提醒我 说美股这波涨势已经结束了 又开始下跌了 还有说美股的线图看起来很不好 开始要走空头了 叫我要赶快跑 我很谢谢这些投资朋友的关心跟提醒 其实投资要获利很简单 就是低买高卖低进高出 现在美股是在低点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不敢进去接 还叫我要赶快跑 所以逢低买进大家做得到吗 我觉得太难了 其实我在投资市场 不是只有一年两年 或三年五年的时间 我经历过1990年 台股客增交税无量下跌 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还有2000年网路泡沫化 2001年911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 2002年爆发SARS疫情 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 2010年欧债危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美股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冲击 有打趴下去吗 我习惯逆向思考 从过去到现在 我都是在逆向操作 如果低点不能进去接 还要跑的话 难道要等它涨上来了 再去追高吗 人生的路不会永远都很速 不要怕跌倒 跌倒了会更有力量爬起来 投资不要怕套牢 套牢会更有能量去面对筹败 基金我还是继续在扣款 这是12月12日 我扣的定期定额基金 我会要求我自己 定期定额扣款 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些都是我礼拜一扣的基金 我就是这样在扣款 如果美股真的跌下来 就让它跌 跌下来 我不是正好可以扣到低点吗 现在是凌晨一点整 今晚美股到穷跟NASDA涨上去了 你觉得美股这样 是开始要走空头了吗 投资不要自己吓自己 对市场对美股对自己都要有信心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收拾国家的计划